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啰 大家好 我是取冲 刚才我在报纸上我看到了一个新闻 我真的是失控的笑的出来 我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我们的魏家祥 魏大人他说了一句非常好笑的话 他说 马华非季节性领袖 意思就是说 马华的领袖们是一年365天四季如下每天开门服务的名额 没有季节的一天都没有关门的那种 他讲到这句话的时候 可能没有关心时事的人不知道这个梗在哪里 但是我给大家看一个旧新闻 大家就马上知道是怎么回事 大家看一下这个新闻 这新闻就是当初509刚刚结束 就是整个国阵包括马华输到完完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大家都知道 全国马华很多都非常的愤怒 然后非常的绝望 结果他们关掉他们的服务中心 然后很多服务中心是直到 起来等事件过后才开回来的哦 足足关了两年哦 然后那时候呢 这个魏家祥呢 他还出来 为这些关闭的服务中心暖霞 他那时候就说 没有错啊 马华关掉服务中心是没有错的啊 你们人民都不要选我们 我们就关掉服务中心哦 OK 所以 我们都知道 凡走过必留下痕迹 当初 马华曾经全国都关闭服务中心 当初我们的魏总魏大人 也曾经讲过这句话 就是说 马华关闭这个服务中心是没有错的 是天经地义的 是理所当然的哦 这样我们今天看回魏家祥这句话 说马华非季节性领袖 这就让我们想起了 其实还是有一种季节的 然后这种季节叫做 拜选后 拜选后这个季节里面呢 马华呢 是没有服务的 是关闭服务中心 然后魏总说 关闭服务中心是没有错的 所以马华还是有季节的 OK 好 今天这个笑话呢 纯粹是打脸这个魏家祥了 我也奉劝 奉劝一下这个魏家祥了 其实现在大选还有五点罢了 我老是跟你讲了 你不好帅出来讲话 你出来讲的每一句话 都在伤害这里 我老是跟你讲了 讲多错多 你最近已经开始有点义无论次了 你去发现一下你自己 你有没有这个问题啊 OK 我觉得你最近是相当严重一下了 这种这样明显 你曾经留过痕迹的东西 你一讲这句话 马华非季节性领袖 我马上就想起你曾经讲过什么了 然后我马上就找出来了 我也不明白 以你的聪明才是 为什么你会犯这样低级的错误 反走过必留下痕迹 好 OK 所以这个纯粹是魏家强自己打脸自己了 跟我们无管了 他自己打脸自己了 OK 我们就讲一下这个服务的东西了 其实我以前已经讲过很多次了 我再重复讲多一次就是 马华每天叫人投人不投党 为什么 因为他知道大家都很讨厌国阵很讨厌马华 因为国阵太过腐败 马华太过无能 所以他就叫人投人不投党 他们强大的服务就是树路灯钩 砍树 做马路 做龙钩 做路灯 树路灯钩 这也是誓言跟村长做的工老板 我都跟你讲了 马华长期逃避政治 为什么 因为他们在巫统的之下 政治不管马华市 政治 马华绝对没有插嘴的余地 告诉这个巫统 这个政治要怎样走怎样走 不管他们的事 所以他们可以管的东西 就只有树路灯钩 就是誓言村长做的事 即使你官拜国会议员 周议员 政治还是不管你是 所以你只能继续回去 做你的树路灯钩 你强大的服务 也是誓言的工作 树路灯钩 所以 讲你们的服务非常的重要 但是你们服务了什么 输入灯钩 OK 其实 国州议员真正 需要做的东西 其实 是国家大事 还有州的大事 国家的政策跟方向 这些东西要做 当然我不是说 国州议员不需要服务名称 还是需要的 但是 国州议员呢 他更加主要做的事情 就是呢 跟地方上的这个市议员啊 和村长啊 还有地方议会呢 协调这些民审服务 这些东西也是要做的 但不是主要的工作 如果马化告诉你 我们国州议员 我们强大主题就是 输入灯钩这类服务的话 像我告诉你 他们的主题已经打到片一边了 那不是他们的主题 但是我这样讲你们明白了 我解释得很清楚了 ok 所以 讲到来了 其实啊 你所谓的马化的这些服务中心啊 分多了 也是做输入灯钩的事情 其实是4元跟村长在包的 即使你马化的国州议员 你接到了这些东西 到最后也是打给4元村长做的 你跟我讲是不是 我没有讲错吧 你这些东西你接到了 你也是打给4元村长做的 是不是 因为这本来就是4元跟村长的职权嘛 你这边收到order 你那边这个order 你那边这个order 也是要交给4元村长的嘛 当我们的国州议员的服务中心 有没有做些什么国家大事 我是不懂啦 我给你们半天的时间去想一下 想出一个来也好啦 ok 好 现在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 拜拜